好 接下來呢是第四小題 碳酸氫鈉受熱分解產生碳酸鈉 二氧化氧跟水 我說過的這個方程是重要 碳酸氫鈉受熱會分解這個方程是重要的 OK 帥哥美女 請你上來寫 化學反應方程式 大家把那個我不會擦掉好不好 看起來很刺眼 很傷心 讓人覺得心情不好 八號 對白有沒有十四號 十四號 十一號 十四號 上來 八號 十四號 二十四號 上來 小心不要踢到我的線 上來 把那個我不會趕快擦掉 那個我不會很刺眼 快點 把那個我不會擦掉 把原來寫的擦掉了 不要在那邊打架 把那個原來答案擦掉了 把那個我不會擦掉 把那個我不會擦掉 四號 我不會擦掉 小心 不要踢到我的線 沒有 要在旁邊寫 我也是 你要寫 要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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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炭酸菁啦 你犯了一個跟剛才他犯了一樣的錯 他後來改過來了 他後來改過來了 某樣大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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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加水 士氣不用特別表示 他想表示也沒關係啦 開心就好 學生就好 小心不要踢到我的線 OK 上面有兩個人 有寫答案 我們的答案叫做 來 這個是沒有平衡的 就炭酸 氫鈉 炭酸鈉 二爾法蘭跟水 誰最複雜 碳酸氫钠很複雜 碳酸钠也很複雜 看挑谁都可以 我就 我为什么这里写二 因为你可以 我想要看的是碳酸氫钠的话 你可以看出来左边的钠是一个 右边钠是两个 你就知道你应该射成多少 二 我说过了 如果你不记得 如果你不说我老师 我看不出来 一通通射成一 你如果真的看不出来 该射二你就通射成一 没有关系 到时候再 到时候再把它化简成 最简单指数比就好了 OK 好 所以我就射二 因为左边要两个钠 右边要哪钠 这边钠可以用 钦可以用 钠可以用 碳不能用 碳不能用 阳也不能用 我只能看钠跟谁啊 钦 左边有两个钠 右边也要两个钠 所以 写一 好啦 很抱歉 右边的碳酸钠虽然写了一 可是我不能去看碳 我也不能够看痒 为什么 因为左边是一次 右边有两次三次啊 所以要回来看谁 要回来看钦 左边几个钦 两个钦 右边要几个钦 两个钦 所以要选成一 一完之后要看一样 可以看吗 好像可以看 为什么可以看 因为 右边大家都已经订好了啊 虽然有一个CO2没有订啊 左边也订好了嘛 所以基本上就订好了啊 这样就订好了啊 好 左边 二三得六 六个钾 右边 一三得三 三个钾 最右边 一个钾 四个钾 左边有六个钾确定 右边已经有四个钾确定 还剩几个钾 两个 所以CO2必须要是两个钾 怎么办 写一 写一 一个 那写一 每个都有了对不对 应该平衡好了 有没有查过 碳没有查过 来查查看看吧 左边 二三 两个钾 右边 M2 CO3 一个钾 1加2 1加1 没错 钾也OK了 没问题 钾也OK了 所以就长成这样 所以就长成这样 这就是我们的 第四小题 这就是我们第四小题的答案 OK吗 OK OK